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变化节目。 最近,朝鲜首次公开展示了汽油浓缩设施,这一举动无疑在国际上引发了强烈反响。 金正恩亲自视察并要求增加武器及核材料的生产,彰显了朝鲜在核武器开发上的雄心壮志。 这不仅是对外界的挑衅,也是在向国际社会发出明确信号,朝鲜不会轻易放弃其核武计划。 面对朝鲜的挑战,韩国政府迅速做出了强烈谴责,并开始密切观察朝鲜的意图,担心这会对地区安全造成威胁。 随着局势的紧张,韩国民众的焦虑情绪也日益加剧,对政府应对措施的讨论成为热议话题。 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时期,各国如何应对朝鲜的挑衅,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 未来朝鲜是否会进一步加大核武器的研发力度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阳光明媚的秋日,韩国总统办公室内却充满紧张气氛。 9月13日,朝鲜公开其油浓缩设施的消息,如同重磅炸弹,迅速传遍各大媒体,引发广泛关注。 油浓缩设施的公开,揭示了朝鲜在核武器发展上的重大进展。 韩国总统是立即反应,表示正在积极了解朝方意图,并密切观察和分析朝鲜的整体动向。 这一消息,不仅在韩国政界引起轩然大波,也在民众中引发热议。 街头巷尾,人们纷纷讨论朝鲜的动向,家庭晚餐,时刻成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讨论会。 有人认为朝鲜此举是为了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更多谈判筹码,也有人担心朝鲜可能会采取更激进的措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韩国总统市的一名官员审慎表示,和试验的时间完全取决于朝鲜领导层的决策,因此不宜对具体时间做出预判。 尽管言辞谨慎,却也透露出一丝紧迫感。 毕竟,朝鲜的每个举动都可能对地区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国际社会也在密切关注这一事件的发展。 各国媒体纷纷报道,分析专家们不断发表看法。 有人指出,朝鲜的游浓缩设施不仅是其核武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一张谈判王牌。 通过展示核能力,朝鲜希望在未来谈判中占据主动。 韩国政府的应对策略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避免与朝鲜关系进一步恶化,成为韩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韩国需要采取更加灵活的外交策略,既要保持警惕,又要寻求对话机会。 回顾历史,朝鲜曾多次通过核试验展示力量,每次都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 制裁与谴责,未能有效阻止朝鲜的核计划,反而加剧了对抗与矛盾。 因此,如何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成为各方共同面临的难题? 或许,唯有通过真诚对话与合作,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正如一位资深外交官所言,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唯有沟通与理解,才能为和平铺平道路。 朝鲜首次展示油浓缩设施,金正恩亲自视察,并呼吁加大武器及核材料的生产。 在这次展示中,朝鲜官媒详细报道了金正恩对核武器研究所、核武器及核材料生产基地的视察情况。 令人瞩目的是,朝鲜首次公开了离心机照片,这些离心机是油浓缩过程中的关键设备。 离心机通过高速旋转分离油同位素,从而提取出可用于核武器的油235。 这个过程不仅需要高端技术支持,还需要大量资源投入。 金正恩在视察中强调,朝鲜必须加快武器及核材料生产步伐,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 他的这一表态,无疑向外界传递了强烈信号,朝鲜不会轻易放弃其核武器计划,反而会在这一领域不断加大投入。 金正恩的言辞中,透露出一种强烈的自信与决心,似乎在告诉世界,朝鲜已经做好迎接任何挑战的准备。 近年来,朝鲜与国际社会关系愈发紧张,尤其是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对抗。 朝鲜的核武器计划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尽管联合国对朝鲜实施了一系列制裁,朝鲜的核武器研发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其进程。 在金正恩领导下,朝鲜不仅在核武器研发上取得一定进展,还在导弹技术方面有显著提升。 过去几年中,朝鲜进行了多次导弹试射,展示其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 这些试射不仅是对外界的一种威慑,也是朝鲜内部展示军事实力的一种方式。 然而,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对。 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认为朝鲜的核武器研发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及其盟友多次呼吁朝鲜停止核武器研发并重返谈判桌。 然而,朝鲜似乎并不打算屈服于外部压力,不断强化自身军事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首次展示油浓缩设施,无疑是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不仅展示了朝鲜在核武器研发上的技术实力,也反映了金正恩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未来,朝鲜是否会继续加大核武器研发力度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可以肯定的是,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将继续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相关对抗与博弈也将持续进行。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强烈谴责朝鲜公开油浓缩设施的行为。 韩国政府发言人表示,朝鲜的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威胁地区和平与安全。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事件影响,我们回顾朝鲜核问题的历史。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就开始了核武器发展计划,尽管国际社会多次尝试通过谈判和制裁来阻止这一进程,但朝鲜依然我行我速,继续推进核武器研发。 过去几年中,朝鲜多次进行核试验和导弹发射,令周边国家感到恐慌。 韩国、日本以及美国等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这一威胁。 然而,朝鲜由浓缩设施公开曝光,似乎是其核武器计划重大升级。 韩国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并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朝鲜的制裁与压力。 韩国国内也出现了对政府应对措施的讨论。 有人认为,韩国应采取更为强硬立场,甚至考虑重新部署美国核武器以增强安全保障。 另一些人则主张通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问题,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在这个复杂的局势中,韩国政府的立场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韩国自身安全,也关系到整个东亚地区的稳定。 国际社会的反应中,美国表示对朝鲜行为的强烈谴责,并重申对韩国的安全承诺。 美国国防部长强调,任何对韩国的威胁都将遭到强烈回应。 此外,联合国也对朝鲜行为表示关切,呼吁朝鲜遵守国际法,停止一切核武器相关活动。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朝鲜由浓缩设施公开,无疑是一个警钟,提醒我们必须时刻关注这一地区的动态。 无论通过外交手段,还是通过国际合作,只有各国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应对这一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未来的日子里,朝鲜的动向将继续受到密切关注,而韩国政府也将面临更大压力,如何在安全与外交之间找到平衡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朝鲜首次展示的由浓缩设施事件。 首先,我要说,这只是朝鲜发展其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朝鲜有权利保护自己。 你们知道吗? 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可是制造了成千上万的核弹头, 而现在让朝鲜有几个核武器就紧张得不行。 真是双重标准啊。 楚天书,你这可真是个奇怪的逻辑。 朝鲜有权利保护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利威胁国际安全。 你知道吗? 联合国安理会可是多次通过决议,要求朝鲜停止核武器研发。 而且,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的核竞赛可是全球公认的错误, 我们不应该重蹈覆辙呀。 琪琪,你说得轻松。 国际社会总是对朝鲜指指点点, 但你知道朝鲜受到的经济制裁有多严重吗? 朝鲜被迫自力更生, 这反而激励了他们在核武器研发上的投入。 说到底,是国际社会的制裁政策才让朝鲜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其实是逼他们不得不采取更激进的措施呢? 天书,朝鲜的经济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他们自己政策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核武器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你知道吗?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 全球核武器数量已经从1986年的约7万个减少到2019年的约13400个。 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减少核武器才是世界的潮流, 朝鲜这种反其道而行之只会让情况更糟糕。 奇奇,你说的那些数据确实很漂亮, 但现实是,朝鲜周围有多少美国的军事基地, 有多少导弹指着他们? 朝鲜的核武器是他们唯一能拿到谈判桌上的筹码。 试想,如果你是朝鲜领导人,你会怎么做? 就这样坐以待毙,等着外界的打压? 不,他们需要的是对抗,争取更多的筹码。 天书,你这简直就是为朝鲜找借口。 朝鲜的核武器不会让他们更安全, 只会引发更多的制裁和国际孤立。 别忘了,历史上,比如古巴导弹危机, 美国和苏联的对峙差点让世界毁灭。 你真的希望有朝一日,因为朝鲜的核武器危机, 再来一次生死存亡的赌局吗? 不,全球应该努力的是和平与外交, 而不是核武器竞赛。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 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